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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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第三突击率在巴赫姆特地区作战 俄乌战争双方在战场上激烈交火 俄军隔着地涅薄荷炮击赫尔松地区 导致7名平民死亡 其中包括才刚出生23天的小婴儿 他的父母也命丧俄军炮火下 12岁的哥哥重伤后送医不治 另外还有至少22名平民受伤 俄军增强北部战线战力 对库平杨斯克整开攻势 与此同时 在英国训练的近千名乌克兰士兵 完成约半年的训练将回国 奔赴前线为乌军赛天战力 他们接受的训练包括小艇抢弹两栖作战 操作刺针 防空飞弹 无人机侦察等 直升机在天空盘旋 俄罗斯防长绍一鼓在基内 国家原子能公司负责任 拿着地图报告 他们飞越新地道的核试验场 这边曾经是人类史上威力最大的核武 沙皇炸弹的试爆场所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派遣北方舰队向北极地区进行军演 目定是演练保护俄罗斯北方海上通道主权 俄罗斯13号在黑海队挂着 帛六国旗的船只开火警告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先前巡逻舰要求停船受检 船只没有回应才开火 幸好船上无人伤亡 俄罗斯登船搜索后才放行对方 七月俄罗斯退出谷物协议后 就警告只要有船只靠近乌克兰港口 就会视为军用物资船进行攻击或登船检查 另一方面首都莫斯科布安宁 有一处仓库发生火灾 黑烟直窜天际 当局则表示起火原因是工人操作不当 不过也引发当地居民恐慌 东西新闻国外约新综合报道